任何的一种运动 国际的总会 他都觉得说 他的运动是最重要的 因此他一定会要求他的会员国 也要大力的来promote 这个是我们可以了解的 理所当然的一件事情 所以说我觉得说 我们就要说 当国际的总会 对他的国家的会员国 有所要求的时候 我们还能够 能够满足他的要求 而我们还能够 非常smart 非常智慧的 去做对于我们 对我们的 既然要比赛 老实说就是要有成绩 否则的话你要做什么 对对这个竞技的运动里面 我们如何做一些选择 我觉得说 这个你就必须要能够犯得下 对你讲说棒球 当然棒球是一个有传统 从日记时代一直到现在 这一野球 他就是有个非常好的一个传统 那他很重要一件事情 即使说你是赌博 这些东西违法的这些事的存在 但是还有一群老老少少的 好像还在期盼着 我们这次的国旨 是不是能够雨过天晴 然后能够再重展过去的一些荣景 还是非常期盼 所以我是觉得说他不仅是竞技 他还是一个普罗大众的 非常享受的 那这个东西 那是不是就说你就可以 就是比较去疏落他 我是觉得也不见得 他只有他在我们社会里面 他所扮演的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社会的角色 那也至于其他的一些运动 已经很好的 你说像高尔夫 他一路走来 多少世界有名的男男女女的选手 那他们凭他们自己的能力 对不对 那已经背着我们的国旗 然后呢 让大家都能够认同 那像那个赚球 其实赚球呢 应该讲说 你知道赚球 过去他们讲说赚球是 是皇家的 是皇家的一个运动 皇族的运动 可是对我们来讲的话 不要忘记 我的年代是什么 是所谓太保太妹 对对对对 是那个叫淡子凡 放学以后不回家去打赚球 对是淡子凡的 对 可是我是觉得从1980年代呢 就是把这个淡子凡的 这样的一个image 把去掉之后呢 你看我们的选手 男男女女穿的都proper 把那个皇家的 的那个所谓这个outfit 带到运动来 然后呢 男的俊 女的美 球技又好 你看透过他们 就是把台湾的这个赚球 打响了 在世界上那么有名 对对 那再来就是玩球 其实你看 专家荣 对张友然 谢淑威 然后刚才讲的那个 刘彦勋 刘彦勋这几个 其实现在 他们年纪也不是那么大 可是都非常非常 我觉得说 现有这么好的选手 他已经为台湾 在国际间打出知名度的 你说你不帮他的忙 你要让他恨一辈子 孕一辈子吗 我觉得这个都不对的 这都不对 其实关于运动来讲的话 有些其实已经跟体型没有关系的 譬如说我们的射箭 射箭 射击 这些东西已经证明是亚洲人 你说中国大陆也好 韩国人也好 我们跟他体型很像 他是可以 你定力好 你做得好了吗 他是可以提倡的 我们已经非常好的台拳道 对 他是分量级的 我觉得对分量级的 以及体型没有限制的 其实都是我们可以 应该可以大力的来支持 可是这不代表 我们其他的运动 就不要去推动